第11題 乘上題 反應前跌彈化鈉中含有多少mol的氮原子 上一題是告訴我們跌彈化鈉有130公克 所以這題就是要用質量去求mol的意思 那我們可以看到從分子4na n3裡面知道 一個跌彈化鈉就會有三個氮 也就是1mol的跌彈化鈉會有3mol的氮 那麼跌彈化鈉有幾mol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們就再做一次 我們知道我們要從功課去求mol的方法就是 質量要去除以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那我們剛才已經算出來了 跌彈化鈉的分子量呢 跌彈化鈉的分子量是65 所以現在130公克除以65就是2mol 那麼一個跌彈化鈉1mol的跌彈化鈉就會有3個氮有3mol的氮 一個會有3個1mol會有3mol 所以2mol的跌彈化鈉就有6mol的氮 所以第11題問我們說 130克的跌彈化鈉中有多少mol的氮原子 我們答案選的是6mol 還有6mol的氮原子 黑白金剛才愛的氮原子 aval女 card在氮原子 這些是2mol de氮原子